Bienvenue da! 非常欢迎你! 单元2.2的主题是问候语 你即将要学习怎么用意大利文打招呼 你在意大利最常听到的打招呼的方式就是 招、招、招、招 我们像朋友用招打招呼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像一些陌生人 你不太熟悉的人或者地位比你高的人说招 因为有点没礼貌 所以你绝对不可以像老师或者医生 或者你去银行邮局办一些手续 你绝对不可以像邮局银行的员工说招 有点没礼貌 但是像朋友一定可以用照 照 或者至少是你认识的人 那早上呢 早上我们常常用的是 Bongio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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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Bongiorno你可以像朋友你认识的人说 也可以像一些你不太熟地位比你高的人说的 但是日落之后 但是日落之后你不可以继续用Bongiorno 然后用的问候语 那如果我们要离开一个地方 那这时候要用什么打招呼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用照 没错 这个是一个意大利文非常妙的一个地方 碰面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 我们像朋友 我们认识的人都能说照 没错 碰面 离开都一样的 打招呼的方式 照 为什么呢 因为意大利人很简单 对不对 这个课程的名字是什么呢 意大利文跟意大利人一样 简单 意大利人真的很简单 脑袋里不能装太多东西 所以打招呼的方式只有一个 碰面 离开都是照 那离开的时候 有时候也可以用 照 一样 所以你可以说 照 然后离开 或者照照 然后离开 这个是待会儿见 如果我们是过了几分钟 或者几个小时后 要再次碰面 所以我们会说 就是待会儿见 那如果我们是明天要碰面呢 所以也许你跟你的同事 跟你同学可以这样说 因为隔一天一定要继续一起工作 一起上课 另一个你可以用的打招呼的方式是 这是跟我们常用的拜拜 就是跟我们常用的拜拜一模一样的用法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像老师 像地位比你高的人 你不太熟的人说 没礼貌 你不可以跟老师说 超超 或者跟医生 向医生说 超超 或者不行 这个是没礼貌 或者如果你的邻居 你跟他没有很熟 那绝对不可以像他说 超超 那所以要用什么呢 要用哪一个打招呼的方式呢 你这时候要用的是 我知道这有点长 对不对 那那是你学到有什么方法呢 对 我们先把这个长的单字 分成小的音节 慢慢练习 阿里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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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用 阿里维达 我们是像地位比我们高的人说的 或者比方说 我们是在餐厅用餐 那已经吃完了 付钱了 要离开 阿里维达 所以阿里维达 其实在一些正式的场合 用的 不然你都可以用 ci vediamo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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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onanotte Buonanotte 什么时候用 两个情况 两个情况 第一个 睡前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家人说 Buonanotte 可以发简讯给你的朋友 Buonanotte 就是住对方 可以睡得很好 Buonanotte 晚安 另外一个用法是 我在朋友家吃饭 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要离开 回家睡觉 这时候我可以说 Buonanotte 然后走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ci vediamo 也可以说 ciao ciao 但是如果时间很晚 已经不早了 是要回家睡觉 那就可以说 Buonanotte 就离开 我们打招呼的时候 也会关心对方 对不对 常常会问 COME STAY COME STAY COME STAY 或者 COME STA COME STA COME STA 那请你 对照 这两个 打招呼的方式 COME STAY COME STA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COME STAY STAY 那如果是第一个 COME STAY 我们是像朋友 我们熟悉的人说的 COME STA 我们是像 地位比我们高 我们不太熟悉的人说的 所以 如果你跟你的邻居 跟他没有很熟 那这时候 你要用哪一个呢 你就会用 COME STA 这个是所谓的禁语 然后中文我们用 你 另外一个你可以用的是 COME STA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 其实我跟你说 你第一个要学会的是 COME STA 因为意大利人喜欢用这个 COME STA 当然 COME STA 你只能跟朋友 你熟悉的人用的 COME STA COME STA COME STA TUTTO BENE TUTTO BENE TUTTO BENE 这个也是像朋友 你熟悉的人说的 TUTTO BENE 一切都好吗 TUTTO BENE 那如果有人 问你这些问题 那你可以怎么回应呢 BENİSS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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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TTO BE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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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TANZA BENE 那我发现 华人你问他们 你好吗 通常都会提供一个正面的答案 很好啊 没问题啊 不错啊 还不错 还可以啊 如果你问他们 生意好吗 一定会给你一个负面的答案 还好 不行 最近没有很好 但是如果问他们 你身体好吗 一些都好吗 都有一些一个这类的问题 一定会给你一个正面的答案 那意大利人呢 也大部分的时候 也会给一个正面的答案 但是有时候也会跟你说实话 所以也许会跟你说 因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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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一起看两个对话 我们先从第一个对话开始 我再念一次好吗 现在让我们看第二个对话 你会发现 第一个对话跟第二个对话的情景有点不一样 第一个对话是两个朋友在沟通 再第二个对话是两个邻居 而且感觉他们没有很熟 所以他们用的是经语 比较正式的一个情景 2012中华 看起来 amente sabe bongiorno vincenzo bongiorno signora rossi come sta insomma che succede ho un forte mal di testa il cane della vicina del terzo piano fa troppo rumore ho un forte mal di testa 头非常痛 il cane 就是 della vicina del terzo piano terzo piano 是 vicina fa troppo rumore 太吵了 真的很可怜 这个 真的非常非常可怜 我们到了 二点二 这个单元的结尾 我要跟你介绍 Palazzo Bitti Palazzo Bitti Palazzo Bitti 在哪里呢 在 Firense 佛罗伦斯 Palazzo Bitti 以前是一个 网工 那现在呢 现在为什么 这个Palazzo Bitti 跟时尚有关呢 因为 每一年 在Palazzo Bitti 会举行一些 时尚秀 Fashion Show 所有的 很大的名牌 会在 这个Fashion Show 时尚秀 介绍 下一季 的 新的服装 Palazzo Bitti 在 Firense 的哪里呢 你听过 Ponte Vecchio 旧桥吗 Ponte Vecchio 是Firense 非常有名的 一个 观光地点 你只要过 旧桥 Ponte Vecchio 要走 没有很久 就可以走到 Palazzo Bitti 而且 Palazzo Bitti 的后面 有个 很漂亮的 一个 花园 很大的 花园 叫做 Jardino di Boboli 不过 这个是 后面 在 第五课 我会给你介绍 因为在 第五课 我会给你介绍 Firense 佛罗伦斯 一定要去 的 观光地点 所以呢 你一定要 至少 上到 第五课 鼓励你 继续 上课 好吗 现在我们来 复习 2.2 这个 单元 我们学到了 什么呢 我们学到了 打招呼 的方式 你 领悟到 什么 如果在 意大利 你要打招呼 一定要会的是 找 不管是 碰面 离开的时候 都可以用 找 但是 你可以 像谁说呢 像朋友说 对不对 那碰面的时候 我们除了 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 早安 日落之后呢 我们用 那如果 我们是要 离开 一个地方 那这时候 要打招呼 我们可以说 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 超 超超超 或者 其vediamo 其vediamo 但是 如果对方 是一个 地位比我们高的人 是一个正式的场合 我们不可以用这些 我们要说 Arived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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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呢 我们是在 当元 二点三 见 对吗 所以 超超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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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vederci Arivederci Arivederci